昨天我们讲到 鬼来听到鬼先生这样讲 心不一动 是啊 当日在天音子里面 普德和普宏大师 也都讲过大概这样的说话 看来 你这个轮回盘 又或者是鬼先生口里面的升盘 肯定不是一件普通的法宝 但是鬼先生 他似乎知道得更加之多 难道鬼先生 真的有本事 可以用这件法宝救回碧妖 一想到这里 鬼来整身都这么微微震一震 先生 如果你懂得用这件法宝 那请先生一定要救一下他 碧妖小姐 那是鬼王宗主的亲生女 我受到宗主的大恩 如果有机会可以救到他 当然就义不容辞了 不过 先生 你有说话请说 老夫刚才说过了 这件宝物 那是上古神器 神奇莫测 其中 他的神秘奥妙的地方 老夫都只是偶然听过下而已 不过 我一生都是鑽言阴阳诡道 自信 对于找人魂魄 断人生死的道行法术 应该 我的研究都不输是 给天下的其他人 如果这件宝物 真的可以有这样的本事 老夫一定可以参其中的描发 然后救犯碧妖小姐 这个消息 本来对于鬼类来说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 他听完之后 反应他是有点奇怪 他一点都没有欢喜的神色 反而 仔细地打量着鬼先生 看了他几眼之后 又轮转身 看一看寒冰石台 过了一阵之后 他才在寒冰石台上面 转回头 神色已经变得很冷淡 眼里面 反而有点警惕和嘲讽 那言下之意 先生即是想说 老夫要一些时间来参透这个星盘的傲备 如果你信得过我 为了救救碧妖小姐 肯将这个星盘暂时借给我转延一下 一旦我明白了其中的傲备 我就立刻赶过来 救翻碧妖小姐 鬼妖的嘴角一动 慢慢露出一丝的冷笑 连他的眼光也变得有点锐利 甚至有点煞气 那如果我信你不过呢 鬼先生侧侧侧 一时间就不知道说什么好 鬼妖他冷冷的嘛 本来 我和你河水不分井水 我不是那么喜欢你 但是 也都知道你本事高强 不过当日在青云山通天峰的祖师祠堂外边 那个老人 分明是你交情好生的朋友 但你一样眼都不眨一杀了他 我和你之间也都交手几次 你想不想杀我 大家都心照 如果你讲得这件星盘的宝物 真的这么神奇 一来 关系都有关救治碧妖的大事 二来 这件法宝本来就不是我的 我怎么能够这么轻易将它交给你呢 这样说法 碧妖小姐 原来在你心里面都不是这么紧要的 眼底又希望救回到他 你都宁愿放弃 总之无论点 要我将这件法宝交给你带走 那绝对不行 那我就没办法 鬼离沉默了一阵 他忽然间又有点不死心的嘛 我有一个办法 就是 请先生你努力一些 既可以参透这件法宝 也都可以免除我的担心 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听呢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请讲呢 请先生辛苦一点 就在这个寒冰石室里面 参透这件星盘法宝 什么话 当然 其中 是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会一直陪伴着先生 又或者先生 以为在这个地方不适合参透的话 我都愿意跟先生 任意选择一个地方 但是 我一定要跟在你旁边 鬼先生望着鬼离 面上的神色变幻了几次 但是鬼离呢 他依然平静地望着他 一点都没有让步的意思 鬼先生沉默一阵说 那 这件事就等我考虑一下 到时再说了 不过碧姚小姐 这十年的苦 真是不容易挨的 你自己想清楚了 鬼离 哼了声 眼里面 闪了一丝痛苦的神色 显然 这句话真是打进他心里面的要害 但是 今天的鬼离 一点都会被鬼先生一两句说话 就可以动摇到他的心智 他冷冷地望着鬼先生说 不用你再多说 他受了什么苦 我比你更加清楚一百倍 好 鬼先生 点了点头 灵转身打开石门就走了出去 鬼离望着他的背影 叹了一口气 灵转身 看着碧姚平静的面容 他小小声说 碧姚 你不要怪我 这样做 我都是迫不得已 因为我实在信他不过 鬼先生一离开了石室 跟着 他在那条空荡荡的通道那里 站了一阵 然后转身 就向着另一条通道走过去 他的脚步 无声无息 就好像在空间飘行一样 整个人 你说 像人多 又像一只游云野鬼多呢 恐怕 这个时候见到过的人 都会觉得是后者居多 鬼先生在通道里面转了几个弯 确信后面 已经没有人跟着自己了 感性一屈身 捐入了一条 好窄的通道里面 在这条通道里头 黑暗之处 已经有个人影 站在那里 天啊 他不肯将这件宝物借给我 阴影里面的人听到 身形微微一僵 似乎有些出乎他的意料 但是跟着 他好像已经发火的嘛 什么话 难道 他连姚儿的生死都不理了吗 他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 牛皮发足起上来 就算是天皇老子都没面子 都没面子 碧姚小姐的心里面是什么分量 我想你一定很清楚 只不过 他是信不过我 所以才不肯将这件法宝交给我 阴影里面 那个人慢慢走出来 正是鬼王 只管他面色非常冷 他不肯将这件宝物交出来 至于我们 血阵里面最后练成 一时三刻 也都不要跟他翻面 那你说怎么算好呢 啊 我提到还有希望的 鬼丽 她的心里面 还有好在乎 碧姚小姐 所以 她刚才跟我提了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她说 可以将这件宝物借给我 参透她 但是 就一定要她在旁边监视 嗯 我们拿这件宝物 是为了解除乾坤索 黏成四灵血阵 复兽罗魔神 如果她寸步不来的 那我们怎样施展这件法宝 就是这一点 很难搞 不过依我之见 无论如何 都是先将那件宝物 拿来仔细地参透一下好 上古神器 无穷奥妙 或者 凭借着那件宝物 真的找到什么 可以隔空 解除乾坤所的办法呢 前那次升盘 和伏龙顶上的乾坤索 互有呼应 虽然隔了很远 但是 都可以引起乾坤索发作 然后触动了修罗魔神的神 力失控 我想 这个升盘 肯定可以解除乾坤索 或者至少都可以和我们想到办法 既然是这样 眼下就只能这样办 好 那我去准备下先 别急 好 宗主 还有什么事呢 鬼王担着鬼先生看一阵 还有一件事 我想问清楚你 宗主请说 我想问你 你的升盘上面的神物 除了可以解除乾坤索之外 是不是真是可以 可以救回碧瑶呢 鬼先生沉默了 隔了一阵他才说 我不知道 因为对这件宝物 我都还没仔细地参透过 或者 研究过之后 真的找到办法都不顶 我明白了 那你去做吧 于是 鬼先生马上 将鬼王拱一拱手 走出去了 不过鬼先生没有马上去找鬼荔 而是隔了一阵 他才向寒冰石室走去 因为他知道 如果他立刻再去找鬼荔 肯定就会引起鬼荔的怀疑 十年了 鬼先生对于碧瑶的事 为什么忽然间 在这个时候变得这么上心 又这么着紧 分明另有所逃 于是 他是足足 等鬼荔等足一天一夜 这样才是再去跟他聊天 而在一天一夜之中 鬼荔整个人 也都很安静地坐在寒冰石室里面 动都没动 那只猫猫小灰 已经躺在大腿旁边 脚脚伤躺得很軟 寒冰石室很静 只能几乎 听见自己的心跳 这个时候 鬼荔的面色非常平静 平静得甚至有点冷漠 但是其实 你仔细地看下他的眼神 他眼里面 分明都有些焦急的感觉 因为 自从鬼先生提出 如果给他研究下的心盘 说不定 真的可以在其中 找到救回碧瑶的办法 你自从听到这句话开始 其实 在内心深处 鬼荔的心已经在剧跳 狂跳 希望来了 希望又一次来了 但是 他依然用冷静的理智 压制住自己心里面的欲望 提出了说 要自己旁边看着他 研究这个心盘 而鬼先生 也都不能离开自己的身边 但是鬼先生跟着 就好像 不是那么情愿地走出去 过了一日一夜 他始终都没有来到 那 是不是他就是想这样放弃呢 如果这样放弃的话 那碧瑶 是不是就不可以再救回 难道自己就眼白白地 看着这个希望 就这样没有了 鬼荔的心已经开始有点不安 尤其 每一次 他眼过的余光 看到睡在寒冰石床上面 碧瑶的身影的时候 他心里面 那个痛苦的感觉 就会越来越强烈 他就会越来越不安 他甚至 已经浮现出这样的念头 算了 只要能够救回碧瑶 还计较什么呢 有他拿了一件法宝 他喜欢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了 幸好 在他就来忍不住的时候 似乎 对于他等了一日一夜 一眼都不合到的回报 寒冰石室的门打开 鬼先生黑色的身影 已经出现在门口 鬼荔望出他一眼 不过 跟鬼先生一样 他们大家的面色 都是非常冷漠 鬼荔甚至 是极力用 令自己听了上来 比平时 更加冷漠 缺绝的神情问 怎样 鬼先生也都不喜欢暗沉 直接就说 按你讲的办法做 鬼荔点了点头 但是跟着鬼先生 就仔细地看一看 周围说 不过 不过什么 恐怕要换一个地方 比较好些 为什么呢 这个寒冰石室 是逼姚小姐休息的地方 那件升盘 几次发动起来的时候 周围的环境 都会有些改变 如果研究的时候 突然间 又触动了 升盘带来的变化 这样 你说对 碧瑶小姐 有没有妨碍呢 沉淫着一阵 那么几次 升盘使用的时候 都会突然间 引发了 鬼荔神秘的力量 搞得周围 好像天崩地裂 尤其这一次 上边跌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石块 如果不是及时 自己出手 恐怕有些已经太逼姚他身上 一想到这里 他终于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应该换一个地方 那你说 在哪个地方 参试这件宝物好呢 老夫当然 想好了 你跟我来 说完之后 鬼先生就走出去了 鬼荔跟着他 在外边的通道 左兜右转 忽然间他说 先生 你看不看到石壁上面 这一条条裂开的蚤呢 鬼先生的身形似乎窒了窒 但是 他没有停下脚步 也没有转身 看四周围石壁的那些 裂开的裂缝 好 这些东西 这么显眼 我当然就看到了 不知道 父宗主 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件事呢 我来了这里十年 从来都没发现过 胡奇山会出现这样的事 先生在鬼王中的时间 比我还要长得多 而且你见识渊博 天下间 没有多少人可以比得上 不知道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到底是什么回事 将我心头的疑惑去除呢 鬼先生听到这里 他突然间 身形一停 轻转头望着鬼荔 沉默了一会儿 他才说 父宗主 为什么放着鬼王中 这么多人问 偏偏找老夫来问呢 当然知道 先生你的见识 在鬼王中里面 已经算是第一人 所以我正是诚心来求教 这些裂开的那 是前一阵子胡奇山 方圆几百里 发生了几次地震 震动了山体 所以石壁才是裂开 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是的话 父宗主你以为是什么呢 他们一边说 一边继续向前行 忽然间 鬼先生在一阵门前停下 鬼荔看着这阵门 他不敢走走眉头 等等 这里不是鬼王中主住的石室吗 没错 就是这一树 你想在这里来研究星盘 是 鬼王中 这个山洞里面 有几千个石室 你为什么选这个 哈 什么父宗主以为 鬼王中主住的地方 有什么不同 鬼荔不出声 老实说 鬼王这个石室有什么不妥 他真是说不出 但是这一阵 为了追查那股神秘的力量 他暗中已经搜索过 鬼王中这个山洞里面 每一个角落头 除了鬼王住的地方 他毕竟还有几分故技 所谓仔细地找 他看着那树石门沉默 震话 没什么 不过这个地方 乃是宗主住的地方 要进去 是否应该通报知会 他一声为好呢 你放心 我已经跟他说过 他知道我们是为了救 碧瑶小姐 即刻就答应了 至于为什么要选这一树 只不过 是因为这一树够安静 只是因为安静 就是这样 一边说 鬼先生一边就走进去 鬼厉跟进去之后 鬼先生就说 鬼王中主事先已经吩咐过 叫我们在这树好好地参赏 他贵人事忙 这几天 是不会来打扰我们的 至于碧瑶那树 他说 他会过去看着碧瑶小姐的 你不信任何一个人 但是怎么都不会 连碧瑶的爹都不信 鬼厉沉默了一阵 点一点头 那我就放心 先生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们马上开始 就在鬼厉研究星盘的时候 鬼王也真的来到了寒冰石室 他坐在 自己女儿睡的那张寒冰石床上 这个时候 他的眼光里面充满了慈爱 再也见不到半分的凶杀泪气 妖儿 十年了 不知不觉 你在这儿睡足十年 如果你现在醒了 见到阿爹多了这么多白头发 会不会已经不认识我 你放心 这话爹还在这儿 我怎么都会救你 鬼厉和鬼先生 已经开始研究星盘那件神秘的法谱 如果老天爷有眼 其中 或者可以找到救你的办法 不过 万一 万一 露天爷 真是不开眼 那你都不用怕 照过那只星盘那边 又戒开 乾坤所的法宝 四灵血阵 一旦完成 那到时候 阿爹就会身具收罗魔神的力量 我就会变得 无所不能 情霸天下 亦得以与反掌 到时候 如果我都想不到办法救你 我就要天下的人 同理佩装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昨天我们讲到 鬼厉和鬼先生 已经在鬼王住的那间石室里面 开始研究那个星盘 不知不觉 三天的时间过去 一直都守在鬼王石室的鬼厉 他的面色 已经由最初的平静 冷漠 又变得有点不安 甚至有点焦急 到现在 他面上 已经充满了烦躁 和不耐烦的感觉 对他来讲 即管他曾经已经做好了 这件星盘 不仅不是普通的宝物 要参透其中的傲备 或者需要 很长的时间的准备 但是他怎么都猜不到 经过了三天 鬼先生 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按他原先的想法 当日鬼先生 第一次碰这个星盘的时候 就引起了个星盘的变化 那他应该对这件宝物 有几分心得才是 只会经过几天的参场 说不定 就可以看出其中的傲备 但是这三天里面 他一直都守在鬼先生身边 只是看到鬼先生 将这件所谓的上古神器 翻来覆去 好像每一寸每一寸都看到滚巴烂熟 甚至鬼例以为 他连中间 他一个个 好像不断滑行的小玉块 上面黑的一个个那些 自己懂都不懂的古字 记熟了 但是鬼先生 他一直都没有动静 他只是拿着个星盘 回来覆去看 好像一点都看不厌 又或者是 在参透这件宝物的时候 他现在正是遇到一个 很大的难题 所以这个难题 是暂时困住了他 鬼王住的这间石室 当然比其他人 就阔落得多 石室里面还分成前后两间 前面这个厅稍微大一点 现在正是做了鬼例 和鬼先生参长星盘的地方 里面当然就是鬼王的卧室 虽然鬼王不在 但是这三日之间 鬼例和鬼先生都没有走进去半步 以他两个人的道行 不要说三日三夜 就算是十日十夜不睡觉 也都可以支持得下去 但是最难顶的是等 等待这种滋味 真的很难熬 三日以来 鬼例一步都没有离开这间石室 而猫猫仔小灰当然也都在陪着自己的主人 不过猫猫仔的本性本来就喜欢扎扎跳 你叫他三日都留在同一个地方 不谷坏他就有假了 所以在这间石室里面 他经常东跑西跳 三日下来 将每一个角落头都看到熟了 有时他就跳上鬼王的大书桌 摸下支笔 又翻下书 你说换了平时 鬼王中上上下下 谁敢说在那里乱动鬼王的东西 但是这阵子正所谓山高的皇帝院 鬼王又不在书 你两个人 一个挂着钉着的星盘 另一个人就挂着钉着看星盘的这个人 所以没人理他 小灰百无聊赖 躺在书桌那里 爬起身又躺下 一会儿就手没触到 咳咳咳咳咳咳咳的乱叫一通 一会儿就四脚朝天 但是到最后 都实在太过无聊了 于是又四周 Sund's看目 想玩点乐趣 咳咳咳咳咳 zm 里面那间房自己都没进去过 说不定呢 里面有更多好玩的东西 于是 护着鬼爷他们不注意 喱喱 他轻轻叫了一声 一撩就撩进鬼王的卧室里面 跟着翻身一跳 一声就跳上了鬼王的那张大床 鬼丽是知道他进了鬼王的卧室 但是这个时候 自己的心思 全部都放在鬼先生 星盘和碧瑶的身上 还哪里有心机来理这只猴子呢 何况他也知道 就算你这一次将他捉了回来 但是不需要多久 一拼手他肯定就要撩进去 猴子本来就好动 几天陪着自己在这个地方 真是闷得他 一天快就病了出来 于是鬼丽叹了一口气就不理他 他看看鬼先生 这个时候 他双眼依然钉在星盘上面 这个只是两只手掌这么大的肉盘 鬼先生这三天几乎眼都不眨地钉着他 恐怕上面有几条花纹 他都数得清清楚楚 但是偏偏这个鬼先生 好像越看越有隐 越看越沉迷 鬼丽叹的样子 鬼丽忍不住问 这几天你发现了什么 鬼先生忽然笑一笑 他指着肉盆中间那里不断移动那些细细的肉块 我看这件宝物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这些不断地挖行的肉块 上面一个个的文字 但是我们看来看去 这件宝物 那些肉块是不断地挖行的 只要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我们怎么都想不到 也根本就不明白 你会不会认为 这些小肉块运行的方式 就好像天上那些星斗 在那里不断地运行变化一样呢 鬼丽点一点头 只要我的体来看去 始终都看不出 这些小小的肉块 为什么自己又会挖行的呢 不知道先生 你又想通了什么呢 鬼先生望着鬼丽一眼 忽然间 在他嘴角浮现出一丝诡异的微笑 他说 或者 我讲一个传说给你听 那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这几日 我回来覆去 都在看这个星盘 研究着上面 那些小肉块上面 一个个古绝的文字 古老相传 在开天辟地之初 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面 除了人之外 还有那些上古的神灵 和人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 这些有着很强大而奇异本领的神 有些被人称为神 有些为恶的就被人称为魔 他们大多数的神区都很高大 本身又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神通 而且 就连他们的座企都是上古流落来的 雄方神兽 本来 他们大家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面 有些被尊为神 有些被称为魔 但是后来不知道因什么原因 神魔之间发生了一场大战 到了神族战胜了魔族 有些魔物就被人毁灭了 有些魔神就被人封印在神器里面 但是 大地也满目仓矣 神已经可以再居住在这片地方 于是 残余的魔族和神族 就被迫要离开这片土地 但是他们大家都打得未够后 于是 就将自己的本事神通 转发起某些神物之上 又或者变成一本本古老的秘笈 给信奉神 或者魔的人 拿到拿去收集 于是 世间上就有了正邪派 各种不同的功法 而这属于正邪之间 不同派别的人 也都继续住 远古时候神魔之间的争斗 但是人 实在太心急 他们大多数都没完全领略到 神或魔 留下给他们功法秘笈的时候 就已经逼不及格地展开他们人之间的战争 于是 圣风血雨之中 那些古老的秘笈 远古时代的文字 到底应该怎样继承 怎样练奏 那些方法 往往就离不及流传下来 散失了 所以当今世上 就算是知识超出的人 也都往往念不到 神族或者魔族 留下给他们的功法本事的万分之一 其中 有个具残忍耗杀的魔神修罗 因为 做了太多得罪神 又或者他本族的其他魔物的事 被他们联手打败 最后 还封印在一件神物里面 但是 他在被封印之前 他是和一个人间的女子结合 留下了自己的后裔 虽然因为时间紧迫 他已经来不及 向自己的后代 去传授他的本领和魔法 但是 他却留下给 这些人一项本事 就是将远古时候 神族魔族所用的文字 教识了给他的后人 这一族人 因为有着半人半魔的体质 所以人丁一直都非常稀小 而他们也遵从祖焚 绝对不敢轻易 露出自己的身份或者行藏 几千上万年 一直都小心翼翼地行事 只希望 凭借着他们对远古文字的认识 能够学会神族或者魔族的本领 甚至希望可以找到神族或者魔族留下的解开 修罗魔神的封印办法 使他们的祖先 重新复活过来 虽然这一族的人 对远古时代的文字 一直都有很深刻的形式 听到这里 彼你眉眉眉一皱 他忍不住话 难道 毁先生 你就正是这个半人半魔的一族 最后的传人 是你一代的传人 所以 那些谁都不懂的古诀文字 我却是懂得其中的义士 这三日之间 我已经将星盘里面 几百个文字 全部都寄了下来 但这些字 他们应该组成一句什么的句子 最后又拼成一篇怎样的文章 暂时 我还未想得到 所以 你还要给点时间 我继续这样研究参详 鬼例听到这里 不敢点一点头 对于鬼先生 他当同信心又带了几分 但是跟着 又有另一个疑问涌上了他心头 既然是这样 你如果真是那个修罗魔神的后裔 那岂不是 这个应该是你们一族的最大的秘密 不能轻易告诉人家 为什么 你今天居然告诉我 让外人知道这个秘密 对你不是很危险 鬼先生的嘴角 不敢浮现出一次非常怪异的微笑 有什么危险呢 西人 往往是因为要分正邪对错 甚至不惜牺牲性命 大斗一番 就好像魔教和那些所谓的正派 大家都很愚蠢地 为到很无谓的所谓的道义理想 而互相拼杀 但是 我问你 难道正和邪 对和错 真的这么容易 可以分得清楚明白吗 加上 这些都是上万年前的旧事 现在就算说出来 都不是这么紧要 何况 可能不久之后 我就不用再隐瞒下去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用再隐瞒下去呢 鬼先生冷笑了 他不再回答鬼例的说话 又继续埋头 去看着上面星盘的文字 鬼例虽然满心疑惑 但是他看鬼先生这样的神色 知道他不会再回答自己 于是 也只要收起自己的好奇心 继续在旁边 盯着鬼先生的一举一动 这时候 小灰跳着鬼王的睡房里头 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这间房 自己从来都没来过 的确也挺好玩的 又是一样 东跳跳西扎扎 没多久 甚至跳上了鬼王的大床上面 他一点都不理 自己这个猫猫身体 不知道几多日没冲过梁 又不知道滚过几多次地沙 总之反正没有人理 自由自在 在大床上面又是打关斗 又是拦牛牛 都不知道多么好玩 一会儿一会儿 鬼王那一扇大床 床铺皮屋上面 都沾满了一个又一个猫猫的手印脚印 鬼王的人都很喜欢干净的 如果这个时候他回来看见这样的情形 肯定是生气得叱咬生烟都可以了 不过小灰才不理得你这么多 反正没有人理会他 他在床上玩到不易落伏 这里摸一下那里卷一下 卷卷一下 突然在某个角落头上 不知道撞到什么 整张床突然震一震 跟着 在床背后那块石壁那里 忽然之间就无声无色地向两边退开 露出了一道暗门 小灰见到这就觉得很出奇了 向里面看一下 里面黑漫漫漫都看不到 不过 除了吹了阴风出来之外 就没有走出什么狂猛怪物 咦 那这个神秘的黑洞 对这个百无聊赖的猫猫仔来说 是有几分的诱惑了 他咬咬的头壳 向外边望了眼 这个时候 鬼丽和鬼先生又一片沉猛 都不知道他们看过星盘 要看多久才可以 猫猫仔想想想 索性就转身 扮了个鬼脸 然后轻轻一跳 就捐入暗门的黑洞之间 过了阵 身影就消失在黑暗里面 但这个时候 就在他一跳进黑暗之中 就感觉到 在石壁上面 这个神秘的黑洞里面 他像幼幼然然之间 吹吹几分 很淡的血声气 一入到石壁的暗门 小灰额头正中的第三个眼 忽然间金光一闪 发出到亮光 就在他第三个眼 这些淡然的金光之下 本来黑妈妈的洞 越隐隐约约 他们就有点清楚了 这个黑洞里面 那条通道只有一个人那么高 所以人走在上面 就不是那么通畅的 不过猴子哪有人那么高呢 他走就灶灶有余了 小灰见到周围越黑 他越有些冒险的刺激感觉 在通道那里走一半之后 突然间觉得脚下一沉 原来通道呢 就是向下边沉下去的 又走一阵 嗯? 照这样算起来 应该走到胡奇山 山底的深处了 在这个时候 小灰突然间停下脚步 又在前面 没有多远的地方 突然间 出现一道淡淡的红光 猴子在通道那里站了一阵 似乎有点犹豫了 想一下 这个这样的地方 自己应不应该回去 跟主人说一声呢? 不过 前面那些这么怪的红光 又似乎有更强的誘惑力一样 想一阵 嘻嘻嘻嘻 猴子叫了两声 还是小心翼翼地 继续向前走过去 来那些红光越近 通道里面 本来只是好淡好轻的血声气 也都慢慢变得越来越浓烈 小灰的神色都变得有点紧张 他伸了个鼻戈 在空气里面闻一闻 神色有点惊疑不定 走到最后 那套红光就在自己眼前了 不过 他依然没有停步 继续向前走过去 原来 这条通道是通向另一个洞口的 小灰在这里伸了个头颗出来 周围看了一看 然后就先一跳就跳了出去 过了阵 他已经来到一条很欢呼的大路上 这条大路 除了连着小灰进来的那条通道 另外还有一条通道跟他相连 小灰跳进通道旁边 另外那边的通道 黑妈妈都不知道通去哪里 而大路的另一边 他就红光阵阵闪过不停 于是 小灰向着红光继续走过去 这个时候 他没有发觉 当他走到这条大路上的时候 两边本来是青色的石壁 已经变成了暗红色 而石壁上面潮湿的地方 慢慢滴下来的水 在光亮之中 也就像鲜血一样那么红 这些树的红光不停闪动 将一个巨大的石洞空间 照到光如白昼 四周围 都是刺鼻的血声器 一条欢呼的道路 伸向一个平台 向着洞口延伸 显然 这个巨大的山洞 跟原来的入口已经完全不同了 在山洞里面 周围无论什么都红色 在半空之中更加有红影闪动 但是 在半空中的那团红影 被一团团的红光围住 所以根本看不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 小灰在原地看了一阵 他才慢慢向前走过去 这个时候 四周围的血声器 已经浓到 几乎要逐到你流出眼泪来 就算是小灰 也忍不住 在个猴子的面上 有些厌惑的神色 伸出手掌 不停地在自己的鼻子面前 潑下潑下 就是平台的进头 下面就是深深的血池 小灰慢慢地来到平台的边 小心翼翼地拍在岩石上面 一伸个猴子头 就向下边望过去 各位 他究竟望到什么呢 明天再说 昨天我们讲到 小灰在平台的进头 伸个头向下边望 就望着一个巨大的血池 里面的池水 就像鲜血一样 而且不断地冒出 一个个 噗噗噗噗噗的 大大小小的气泡 那些气泡 在水面上一拼裂 就散发出 更加浓烈的血声气 而在这些血水里边 有四只体型 非常巨大的灵羞 好像被人困住在那里 这四只灵羞 其中一只 是一只似龙飞龙的怪物 尖嘴撩雅 眨眼一看 有几分就像一只猪 样子有几分像一只猪 但是呢 全身 又有龙的夹片 而且 还有好像龙的巨爪 这一只 正在万方圣殿出现的竹龙 而另外一只呢 是只有一只脚的巨羞 一咬起来 那把声好像行雷一样 虽然身体 是浸在血水里边 不过 露在水面的部分 依然好像有着山仔 那一只呢 就正是东海的葵牛 这两只灵兽 小虎都没见过 所以看了两眼 也都算 但是剩下那两只灵兽呢 是缺色的 其中一只 好像凤凰一样 那些羽毛的颜色 都不知道多么厌厉 似乎有百鸟之王的威势 这一只 正是当日 在西方沼泽里边 负责守卫天帝保护的灵兽王鸟 而最后那只灵兽呢 一望见他 小虎更加惊怒交集 这一只 正是当日跟在兽神身边 兽神死了之后 小虎又跟他几好的那只空兽滔田 其他那三只灵兽被他们捉住 又被人困在那里 这样也算了 反正小虎跟他们不是很熟的 王鸟呢 还可以说跟自己有点冤仇 所以看到他这样的下场 小虎呢 如果平时肯定要蹬蹬脚 拍拍手 去高兴到 然后鼓起个猴子嘴 在那咳咳咳咳咳地 一路大笑大叫都不顶 但是现在呢 看见兔铁也被人困在那里 兔铁和小虎的交情是几深下的 现在见这只兔铁 被血水浸得无精打采 整只好像有气无力那样 小虎一见就当堂邓朋友深赤 急上来 猛地 在平台上大声地叫上来 他这一叫当堂将这里的平静打破 这四大灵兽本身是很有灵性的 虽然被这里有些诡异的振发禁锢住 而且全身的灵气 几乎都被那只伏龙顶上面射出来的红光 盒得差不多没了 但是一听到小灰的大叫声 都一起同时担高头向上面望过去 虽然 这里离血池的水面很远 其他的三只灵兽呢 只望着小猫子 趴着大声地向下面叫住 所以还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滔铁就不同 他担高头一望 一眼就认出小灰了 马上担高的巨头 哗地想发出一声大叫 怎么知道叫声叫这一本 一声就没力再叫下去 显然 他一身的灵气 已经被人吸得七七八八 整身就疲倦不堪 小灰在上面的肚铁这么惨发 他心就更加生气了 只不过又惊又生气之下 就不知怎么算好 因为血池这么深 离着这个石台又这么转 自己应该怎么够铁铁呢 急得他又担头又担鸡 在上面的平台那里 一路叫住 一路乱走乱转 在下面那个血池里面 其他灵兽 看见小灰这么急的样子 大家都看出 这只猴子和平时出现的两个人 不同的 不是来折磨他们的 反而好像想救自己出去 一时间 营营萌 chocolate 哇 在奉明雷珍 还有竹龙啊 那些不像不知 怎样形容的营营銀声 一起传上来 看来 四只灵兽都在喊求小灰 想法救他们 被伏龙顶禁锢着这四大灵兽 本来在天地之间都强横之极 中横一方 从来都没将什么人 或者什么东西放在他们眼内 但是现在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都顾不得面子了 但是低声下气地狠求小灰 想办法来救他们 可想而知 这个四灵血阻是多么歹毒 连强横之极的灵兽 都绝对是顶他不信 一阵阵哀求的声音传上来 小灰听得更加急 突然他好像突然下了什么决心 一摊脚在平台上一跃而下 这个举动 被上边的四大灵兽看到 大家都一齐骚动了上来 哇 妈妈跳下来这么得点 赞得给他血池浸死你 但是 只见到半空之中 小灰的身形 突然间一转 好像被风吹着那样 闊一声 落在平台下面那条石柱上面 猴子是最懂得爬高潜低的了 这条石柱虽然很高 但是上面依然非常粗糙 到处都有三尖八角的石头凸出来 平时呢 你看起来 就觉得这条柱 真的令人望人生畏 但是 这些这样有这么多三尖八角的地方 对于小灰来说 就最好帮手 帮到他落脚 于是 此间他沿着石柱 一直非常灵活地 向下边一路爬过去 过了一阵 他已经在平台上面 就来到他血池的水面 一靠近血池 闻到血池表面上 散发出来的血声气 就更加令人闻得都想吐 小灰是很激情的 他就绝对不会轻易地搭入这些 看上去那么诡异 又那么恐怖的血水里面 然后将他身一跳 啪一声 首先是跳在 距离自己最近的 跪牛 那些露出在血水表面的土皮上面 然后借着这个电脚的地方 一份力一跳 啪一声 刚刚好 就是跳在滔铁 唯一落在水面的头顶 啪啪啪 啪啪啪啪 一落到滔铁的身上 小灰就马上叫了上来 同时双手 又在滔铁的头顶那里摸摸摸摸 很关心 想看下自己这只老朋友到底受到什么伤害 而平时 本来就空神恶实 他样子都不知道多么恶 的滔铁 现在看上去 看到小灰来到都好像很欣慰 那巨头轻轻摆下摆下 这样挖在猫脑小灰的身上 突然 啪啪啪啪 原来小灰呢 一路那样拍着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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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其他那四只灵兽 亦都同时一阵骚动 啪啪啪啪啪 那些叫声不停地响起 而在小灰脚下的凸铁 当然也吓着一跳 但是现在他正是用头 托着小灰 所以又不敢乱动 小灰又不理那么多 立刻捉到尾 仔细地看看 哇 刚才只是短短的一小节 碰到血水 虽然 就没绿到尾皮开肉烂 但是呢 那些猴子毛 都好像有几分烧焦了的形状 似乎被火焰烂到一样 小灰又呱了呱 跟着整只猴子 就焗起跑衰 好像很生气 那当然了 他见到韬铁和其他三只灵兽 全部都是有气无力感 被人硬硬困在一池的血水里面 刚才自己的猴子味 只是不小心 稍微碰一碰血水 哇 就已经好像烧焦了 都不知道多么痛 而这四只灵兽 居然整天都被人浸在血池里面 所受到的折磨 就更加难于想象 小灰越想越生气 突然间 在韬铁的头颗里 一跳跳去身 口里面 咳咳咳咳咳 连叫了几声 然后伸手上去拉韬铁 似乎想将它 在血水里拉起来 一看见小灰这样的动作 其他的三大灵兽都一起发出叫声 同时呢 韬铁也都没有跟着 被小灰一拉就站起来 相反 他的大头啊 只是轻轻地摇了几摇 表示自己真的没力 跟你出去啊 这样 然后又闭上眼 不出声 小灰看他这样的反应 不敢又拗头拗鸡 似乎很不明白 这个时候 在旁边的葵牛 发出了好像 行雷那样的 咳咳 一声鸣叫 小灰立刻转转头 看着他 只见葵牛 好像想说清楚什么 叫了一声之后 整个巨大的身躯 他要慢慢地震动着 看着他的样子 好像想站直起身似的 其他那几只灵兽 都忍不住钉实葵牛 葵牛在四个灵兽之中 体型是最庞大的 所以他的灵力 体力也算是最好的 只见他震迫迫地挣扎了一阵 然后呢 看着他那个庞大的身躯 就要慢慢地站起身 谁知就是这个时候 在他们上面 突然出现了四度暗红色的光柱 当堂将四大灵兽 笼罩在这四度光柱里面 本来葵牛还在掙扎着 谁知那道光柱一罩得下来 当堂好像全身的力气 都被他偷干了一样 碰一声 好像山仔那样的身躯 又叮叮一下 跌回到血水里面 血花四千 刚才小灰条尾 被血水辣一辣 都当同烧焦了那么痛 现在葵牛整个身体 又浸回到血水里面 甚至比之前浸得更加多 当同 连这只这么大只 这么皮糙肉厚的异兽 也忍不住发出一声哀鸣 其他被暗红光柱 罩上的灵兽 同时 也露出了很痛苦的神色 小灰这个时候 站在滔铁的头颗顶 那道暗红色的光柱 当然也将它罩在里面 不但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没有人对小灰 就施过反 所以小灰只吓了一条 然后就发现 你自己没什么不妥 但是 很快他又发现 自从在光柱罩了下来之后 四大灵兽的身体上面 都露出一丝丝一流流的白气 沿着光柱 一直就向上被他吸了去 啊,不用说了 这些白气 就是这四大灵兽身上的灵灵 原来 这四大灵兽 之所以现在变得这么狼狈 这么痛苦 就是被人吸了那些灵气 小灰就立刻明白了 他单个头一望 只见那四条光柱 一路由下而上 由粗就变势 渐渐就升到半空之中 一直注入了在半空之中 沿浮住他的那只古顶里面 嗯 原来我的朋友韜铁 现在搞成这样 就是被这只怪顶害的 小灰就紧紧地盯着这怪顶 忽然间 发出一声尖笑 双脚一蹬 身体离开了韜铁的头顶 向着葵牛跳过去 其他那几只灵兽 看到小灰就突然发恶 大家都不知道他做什么 担高头望着他 只见小灰的身体跳到半空之中的时候 中间那只眼 已经是金光大胜 射出非常耀眼的光芒 而身体里面 更加全是 啪啪啪啪啪 一阵激烈的声响 就像全身的骨头都震动一样 刚刚跳着他脏几远 小灰已经落在葵牛巨大的身躯上面 这个时候 他全身 已经被一层金光笼罩住 而且 身体皮平时大了成一倍有多 但是 他的身体好像也继续在膨胀中 小灰几乎都没有在葵牛身上停留 又发出一声 嘰嘰 这样的尖笑 身躯又猛然一跳 再次跳到半空 这次 就向着那条大石柱的直跳而去 这个时候 包住小灰身体的那层金光 突然间 又燃出了一层诡异的红光 跟金光交织在一起 跟着 一声 好像雷鸣逢笑一样 三眼灵猴的身躯 突然间 就像长大了几倍 就像全市之中 灵兽褪变一样 眨眼至近 他已经变成一只 有成像多高的大猫 三只眼 好像血一样那么红 嘴里面 生出尖锐的尿牙 威风凉凉 杀欺腾腾 千万一声响 变成一只巨瘦的小灰 扑到石柱上面 整条大石柱的音乐 碰碰地震了几阵 但是小灰就再不迟了 手脚并用地 一直向上面爬过去 几十丈高的石柱 这个时候 在这只大猫 手攀脚爬之下 只是短短的距离 一会儿 小灰巨大的身躯 已经翻过平台 落到地面上面 看着半空中 沿浮着伏龙顶 这只原来小小的猫猫 现在已经变得像大猩猩一样 甚至比普通的大猩猩 还要大致得多 它就好像那些大猩猩一样 蹦蹦 好像雷鼓一样 用手打在自己胸口上面 仰头大叫 哇 它这一声大叫的声威 也非常惊人 一声敲叫之下 简易有风云变色的感觉 这个秘密的山洞 本来是非常平静的 但是小灰的敲叫声一传开 半空中 它的暗红色的光影 都一阵震动 伏龙顶的光圈 也震一震 接着 龙顶在那四大灵兽上面 那几条光鼠 都好像有灵性那样 慢慢转过来 这个震发看上来 真是非常古怪诡异 但是小灰这个时候 已经激起了身体的空性 满面都是空汗的神色 它一点都不惊 哇 又大咬一声 突然间 双脚在地上一蹬 吊一下 整个巨大的身躯 就腾空而起 十几丈高的距离 这只大猫 突然间一飞而上 哇 姓威都不知道 多么惊人害怕 只见他发力一跳之下 身体卷在一股敬风 当堂将那几条 本来要逼迫来的红帮 立刻就逼散了 然后整个身体 好像快要撞在伏龙顶上 不过 这个四灵血阵也是非同小可 又怎么会这么容易被小灰破坏得到呢 眼看着小灰就要撞到伏龙顶 突然间 在伏龙顶的周围 燃出一层非常红的光罩 小灰的身躯一撞 砰 撞到这层光罩 他掀起那股巨大的冲击力的当堂 同被人消架于无形 而且被对方反阵的力度一逼 立刻就跌倒下去 小灰双脚刚刚才踩到地面 这个时候 在半空中的四灵血阵 已经开始反击了 只见半空中 无数道暗红色的光影 纷纷聚在一起 远远看上去 那个伏龙顶 就好像一个贵异的红色太阳 周围是万度红光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光幕 而在光幕上面 突然间 又突出了几百个红色的凸起 每个都有成三四尺方 就好像半空中 突然间 出现了几个红色的气泡一样 突然 噗噗噗 那些红色的泡泡一爆裂 里面又射出了 一个血红色的 更加诡异的血泡 千八个血泡 就像下雨一样 向着小灰的身体 直打过去 小灰仰天长笑 全身的金帮红帮 也都一起劈盛了上来 他的身躯一落地 当堂 向后一翻 噗噗噗 连打了几个筋斗 就翻了开去 在半空中 射下来那些鬼的圆球 纷纷打在原来的平台上面 噗噗噗 哇 真是厉害呀 千八个圆球 一起打下来 当堂将本来 坚硬得像钢板一样的 岩石地面 腐蝕出一个巨大的洞 还发出呲呲声…. 响声 听到都使人心惊 还在后面 都没等小灰喊一口气 笼署着伏龙顶 那个红色的光团 又出了三四百个更加大的凸起 然后噗噗 你几百个大泡泡又一起爆裂 然后在里面 你才不是爆个圆球 而是爆出了一句句血红色的骷髅骨出来 这些骷髅骨 好像还是会动会打的 有些拿着刀剑 有些在口里面 就噴出那些绿色的 令人闻到的作口的毒液 还有些是懂得噴火 有些是懂得射兵 几百个骷髅兵将牙舞爪 在半空中怪叫着 向着小虎一直破过去 哎呀 这一个情景 简直就好像自身地獄一样 这个时候 血池里面的血水 也都好像被人煮滚了 叮叮叮叮叮叮翻滚不停 而浸在血水里面的四大灵兽 就好像更加痛苦地 大声地撕叫住 发出了阵阵的哀鸣怒敲 面对着那几百个张牙舞爪 向自己破过来的骷髅兵 小虎都本来有点害怕 但是一听到那四大灵兽 一起发出的哀鸣 他那个空声当堂又几个上来 只见他 嘻嘻 哇 一声旁喊 然后整个身体 就撲入了那堆 骷髅兵里面 拼拼 拳打 打脚踢之下 当先的几个骷髅兵 当堂又被他打成了一堆堆的碎骨 但是这些骷髅兵 好像根本都不会害怕 被小虎一凌乱打 已经打碎了前面十几个骷髅骨 但是后面那些骷髅呢 依然发出震震怪笑 一路冲上来 一点都不会害怕 也一点都不会避 种种的恶招毒法 一时间四面八方 向着小虎巨大的身躯 直打过去 过了一阵 小虎身上的灰色的毛发 已经被那些噴火的骷髅 烧了五六个伤口 其中有一些已经发黑 显然这些骷髅噴了的火焰 又或者冰柱 都是带有骑毒的 接连受伤之下 小虎又更加凶性大发 翻手一掌 啪 好像电闪雷鸣那样 一只巨掌打过去 硬硬就把三具骷髅头 打到跌在地上 还转了几个犬 没有了头那几具骷髅骨 你还冲前了几步 整盘骨感觉 变成了地上 但是他虽然一掌 扫下这几只骷髅 然后后面涌上了十几个骷髅骨 又洗小虎身上添了几道伤口 越是受伤就越是激发了小虎的凶寒之声 闪眼之间 中间那只眼血光大胜 他敲叫一声 向着静低的骷髅又扑过去 而且他只是拳打脚踢已经不过瘾了 翻手一抢 抢了个骷髅兵手上插那只长枪 打横一掃 当堂将十几个骷髅兵 就掃到旁边的血池里面 但是那些骷髅兵还不死 在血池里面爬起身 还想爬上平台 再跟小灰打过 谁知道他们刚刚爬起身 四大灵兽一起吹在他们面前 各位 若之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了 感谢观看